北京时间10月28日19点35分,CBA联赛第五轮,青岛南篮客场挑战上海南篮,本场比赛我们继续关注一下青岛队18岁小将杨汉森的精彩表现。 上海队小外援费雷尔持球强杀篮下,被杨汉森大冒山下。 紧接着,王哲林持球单打杨汉森,王哲林出现走步为例,杨汉森防守成功,杨汉森接球稳稳中距离打板,命中2分。 杨汉森单防王哲林,王哲林上篮不中。 杨汉森持球突破遭遇包夹,随后送出精妙传球,助攻赵家义扣篮命中。 杨汉森盖掉郭浩文的上篮。 杨汉森顶开防守,中投命中2分。 好球啊,手上的感觉还是非常的好。 而且杨汉森接球就知道有人过来协防了,他往前去的话很有可能进攻反规。 杨汉森接球后,立即送出助攻。 太专注啊,三分,他是有篮的,上来之后就能投注。 就是说他出机会,杨汉森知道,他不知道。 袁塘文突破篮下,被杨汉森大冒山下。 杨汉森分盖。 随后杨汉森送出精彩传球,直接助攻王瑞泽篮下打成2分。 郭浩文持球强突篮下,再次被杨汉森大冒山飞。 紧接着,杨汉森空间篮下暴扣得手。 杨汉森一个人,又来了。 要叫停了,要叫停了。 杨汉森溜底线突破篮下,命中2分。 杨汉森空间瞬下,轻松拿下2分。 杨汉森单防王哲林,王哲林失误,青岛队夺回球权。 这个球应该是个后场球,有一个身体对抗的情况下,大王失去了对这个球的球权。 大王现在他的体重减轻了很多,他现在对抗以后,这个球不太稳,容易丢球。 杨汉森空中接球,直接上三步命中,青岛队扳平了比分。 好球,杨汉森漂亮。 这个脚部队今天真的就要打到最后了。 我们再来看一下,大王这个球,很努力,上去,上抢。 他动作很流畅,你知道吗? 就是说,他的那个协调性。 是。 杨汉森接球顺下再次报扣命中,青岛队再次扳平比分。 杨汉森常规时间内得到25分14个篮板,四次助攻,五个盖帽,表现非常出色。